監視其中一名紅衣男子來到屏東地位 中嘉賓服務處 往裡頭張望了一會 還伸出手感覺在叫罵 接著拿起原木椅子砸毀玻璃門 瞬間滿地碎玻璃 男子還沒罷手 把旁邊的花瓶推倒 滿地都是土 拔下了旗幟 舉起椅子亂丟 還撕毀恭賀當選的紅字條 接著居然大喇喇的在門口坐下還翹腳 周日上午服務處沒有人上班 男子搞破壞後離開 是同仁經過發現異狀通報 警方來到現場搜證 滿地碎玻璃 泥巴門口座位驅亂七八糟 將近七點五十到八點零五分之間 所謂 應該是喝醉酒的樣子 這個我們沒有 這個人 我們沒有見過 但沒有人看過這個來鬧事的男子 警方調閱監視器詢問鄰居 發現他居然兩度來到服務處 第一次搭車來砸東西 跑到旁邊的教會要借充電 教會人員把他載到派出所 遠景還幫忙男子叫車 警方將持續加強服務處周邊安全維護 避免再有妨礙秩序及安全情勢發生 沒想到男子搭了車又再度回到服務處 沒多久自行離開 而他到派出所時渾身酒氣 神志有點不清 因為剛大選完 男子又是拔旗幟 撕賀連 加上晚上王毅川要來屏東參加 中嘉賓的活動 到底跟選舉恩怨有無關聯 警方成立專案小組要儘快將男子找到 說明案情釐清真相 三訓朱俊傑 古仙屏東報導 謙岩 謙岩